美中关系不断变化 经过贸易战再度升级 现在的美中又是处在何种状态呢 一项被认为是中国内部鹰派立场的 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 日前接受官媒《环球时报》专访时 就直言不讳地表示 中美之间其实只是假朋友的关系 被称为新共产主义者的严学通表示 自己之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 中美之间的假朋友关系的文章 里面提到两国表面上讲合作 实际上本质是竞争 即使到了今天 他仍然认为中美是假朋友 而且这种关系甚至变得更假了 很多人可能认为 中美的战略冲突加剧 始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 但严学通认为 两国的紧张关系 可以追溯到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 当时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些微的紧张 但这样的氛围改变是渐进式的 还没有太多人察觉 一直到川普时期 才加快了恶化的速度 虽然严学通认为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但他认为两国的战略竞争 即使往最坏的方面预测 也还不至于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 主要是因为川普 很少利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 再加上中美都有核武器 间接降低了直接战争的可能性 但这不表示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不会日益加剧 另一方面 严学通曾在2013年出版 《历史的惯性》这本书时 预言中国将在十年内成为超级大国 当时外界相当不以为然 如今六年过去了 他在受访时仍坚信过去的主张 认为中国2023年将成为超级大国 他强调自己当初的预测 是以中美两个国家 会在2023年前进一步拉大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为前提 也就是说2023年形成两极格局是不可避免的 严学通进一步预测 未来十年内 也就是到2029年 这个两极格局将变得更加稳固 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变少 他强调美国要维护它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必然会阻止或减缓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赶上美国的步伐 同样的中国要争取技术领先地位 在某些技术领域也会防范美国 换句话说 稳固的两极格局 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恐怕将更加激烈